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戒指是我人生的第一颗钻戒 而且讲到这个我就会哭 为什么 因为它是那个 它是我养妈咪送给我的 然后那是我的养父 他那时候还没有倒的时候 事业很飞黄腾达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跑欧美国家 那跟我养妈咪都会出国 因为他们是代理一个机械 在台湾第一个总代理来台湾的 那他们去欧美国家也不懂 南部人 我养父学历不高 他会讲英文 他就为了拼那个事业讲英文 出去跟人家这样 啪啦啪啦啪啦的签约 对谈 这就是在台湾人的精神 他有意义 在台湾人都是一脚脖子 一脚脖子 一脚脖子全世界的造成 然后她 我的养妈咪 她拿这个钻戒送给我的时候 她就说 妈妈该拥有过的都拥有了 也跟你爸爸吃香喝辣的 这个就送给你 然后我就说 这个是爸爸给你的礼物 她就说没有关系 这个就当作你人生的第一颗钻石 我先保住一下情绪 因为这一段我会哭 我有时候不太敢看他 因为我的养生父母 身体现在都不好 你后来 给人家习用了 都跟人家一起去吗 没有 我 我是几岁就出来办公办堵 但是你小时候就是他们照顾你 小时候 还是你住在原生家庭 没有 你住在他们家吗 我跟原生家庭几乎没有在 往来只有回云林遇到 我可能会 谢谢 可能会打招呼 那我年纪很轻的时候就 我爸爸就出事了 我的养父就出事 因为那时候他 不懂结税 会计师也没有帮他处理好 那国税局的部分 就发生了很多事 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就连环报 报出了很多法律的事情 然后我的养父又不懂 我年纪小也不 他那时候常常被牵着 鼻子走去摆饭局 会有政治人物知道他出事 就会说我帮你处理掉 我帮你瞧 对 然后只要200万 然后我那时候很小 就出来办公办读 然后就工作这样 所以很早出社会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会历经很多人事物 人会变早熟 也会变聪明 你也会提早去受到一些委屈 那但是你也会提早 要比别人更茁壮 我觉得就是 宁可在年轻的时候被骗 不要老了才被骗 对 在年轻的时候受人家欺负 红盆 都会学到一些经验 可是现在看到我的养父 会很难过的就是 现在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 然后我会一直鼓励他说 爸爸你去交女朋友 或者你要再娶 我希望旁边有人照顾 因为我在忙 我要工作这样子 养妈咪不在了 他不是不在 他也是重病 在外婆那边也是 就是在养病 那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成功 没有办法负担一些事 所以我现在 我就是给他们一个承诺 就是你们等我 你们等我 飞黄腾达的时候 我会回馈你们 那我只要一想到 我养父他 血压一高 然后鼻血一流 人就往后晕倒 我有时候就会 不太敢看到这个戒指 就会想到 那当然有句话说 死的大戒天 对 其实这个养育恩情 有时候比生育的恩情还大 是啊 那我们还是来借一家 好的 这是爸爸 养父养母去纽约的时候 买的那时候 我还记得他们买多少钱 那请老师帮我借一家 好 他们那时候 先借价 侧面 好 来 请借价 十一万五千元 哇 这个等级 这颗钻石的等级 因为很大 它其实它是一克拉 那它是比较属于旧的 旧式的老车工 那它的这个整个来讲 以普世价值来讲 普世价值来讲 它的这个品质 并没有很高 真的没有很高 但是看起来真的不小 通常一个一克拉的钻石 假如说一个 还正常的品质 我们讲说像H-Color 大约差不多 都要差不多22万到25万左右 那因为它的品质 它的颜色在M-Color 稍微黄一点 它的进度也没有很好 是SI-II 所以这个钻石 现在的国际报价 一克拉是三千块美金 然后乘以汇率 乘以重量 那因为它是老式车工 要打退20% 要打8折 然后这个台带是四万块 加起来是十一万五千 我不知道你看一下 这个钻石怎么回事 好不好 总是来了解一下 好 这是报价 你看这M-Color SI-II的等级 所以一克拉是三千元美金 每克 所以乘以现在的汇率 再乘以下的重量 就是这个钻石的价格 再来我们要看看这个钻石 你看这个钻石 肉眼是看不太清楚的 你看这有晶体 黑色的碳点 有一个大晶体 有一些小晶体 所以总和起来 它的等级就没有很高 这个是在显微镜下看的还是 是 在显微镜下看的还是 这个是60倍下面看到 60倍 所以看到这个瑕疵不小 所以它等级大约SI-II 这样算起来就大约是 十一万五千元这样子 那还是不错的 主任 你说你记得 宝宝那时候买多少钱 我记得他们说买九万块 然后他们证书都不见了 那时候我养父那时候 国税局不是会去抄有没有 去家里去爸爸的公司抄 就把那个金库 就把那个金库 有人做过调查 这辈子最讨厌的人是谁 国税局人员一定有拍上榜 他们就是贴封条 把我爸爸的金库整个都扛走 包括好像里面还有这一个证书 也就都没了 他们贴了封条是谁 还好妈妈已经送给你 我这已经入国库了 会吗 这个也要没收 当然会 一定会的